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專機抵達以色列 此趟中東行肩負一項重要使命 布林肯此行主要目的是擔任以巴和平大使 美聯社記者分析布林肯除了促成以巴停火 還有一個隱藏版目的就是協助加薩重建 拜登在以巴停火當天感謝埃及總統塞西協助調停 週二兩人熱線討論如何協助加薩重建 提供人道救援 只是同一時間現在美國因為尾巴衝突而掀起反猶太情緒 紐約時報廣場一群人對著一名猶太男子 拳打腳踢不斷往死裡打 甚至還拿出鞭炮來攻擊他 佛州貨車車主在車身噴上希特勒是對的遊街示威 洛杉磯街頭又有猶太男造一群白人圍毆 猶太人身份突然成為美國人攻擊目標 英國倫敦街頭則有挺巴勒斯坦民眾上街示威 最後他也激情和警方爆發推擠衝突 現在尾巴陣火是停了 但已經造成加薩毀滅性傷害 加薩人努力清理家園 但產不完的瓦莉不知道要整理到何年何月 小孩在斷垣殘壁中找課本 想重回往日生活 這名多次走訪加薩的醫生 用一句話形容加薩居民的無奈 加薩人只能阿Q精神 自嘲希望下次戰火來襲時 自己還能僥倖逃過死劫 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必須繼續生存 我們必須再建立再建立 一天我們可能可以自由 以色列軍隊準備從加薩邊境撤離 但加薩人的自由之日 真的到來了嗎 他們會告訴你 基本上的問題是 從2007年 加薩人在加薩人的階段 加薩人在加薩人的階段 應該會阻止武器進入 但明顯這並沒有效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 國內大小事 請問您您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